这一题问的是密易现象的叙述喝者哲卷 大家要先知道密易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因为根压造成的 根压会促进密易现象 同时因为增扇作用被抑制掉 我先写一下 增扇作用下降 所以使得你的气态水变少 气态水变少 那就会造成液态水 比较多 所以水分就有液态的模式流出来 那就是密易现象的液的意思 我分泌出液态水 而不是密气 我不是分泌出气态水 所以你会看到说所谓的密易现象 一定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根压要作用 同时增扇变弱 甚至没有增扇 这时候水就会变液态 就叶的变会流出 好A选项 可不可能发生在高大的桥木呢 根压只能中在比较矮小的叶子 所以当你到了高的叶子 我的根压推不到那里 我的根压推到的高度没有很高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看密易现象 一定是矮小的草本植物 或是矮小的灌木 高的植物的叶片 不可能被根压推到这么高 所以高大桥木的叶子 没有密易现象 只有矮小的植物才有 因为根压的水推的高度不高 这是A错了 B血象呢 如果你今天在土壤中 加入了高盐溶液 哇我的土壤变得好咸哦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降低 写错地方 会降低根压 大家还记得根压怎么造成的吗 根的细胞 表皮 皮层 内皮层 轴小这些活细胞 透过阻断运输 跟着边地气扩散 建立浓度低度 根的里面好浓 根的外面很淡 使得水不断的被渗透进来 但如果今天你外面的盐哦 更浓 天儿啊 那你的浓度低度反过来了啊 这时候不但植物的根不会吸水 连植物的根的水 都被土壤吸回去 水这时候把它被吸出来 植物会脱水而死亡 既然你把土壤中加入高量的盐 根压就直接被抑制掉了 我没办法吸收水了 就没有根压 所以没有根压就没有秘义现象 所以B是对的 我加入高盐容易在土壤中 会破坏根压 而减缓秘义现象 B是对的 试解一下 它是指任皮膚的糖流出来吗 不是 糖流出来那是受伤 你的任皮膚破掉流出糖液 可是秘义现象是正常的现象 它指的是水 所以C不对 它是不是由叶子增山之中造成 刚好相反 是增山之中要变低 这时候才会造成液态水变多 所以应该是要抑制增山 才有秘义现象 所以猪就错了 所以答案只有B是正确的 秘义现象的机制原理 一定是需要的